大家好,港洲人是洛杉磯 今天是17日星期四,下午2點半 也是1小時前才起床 現在在這裡繼續談天說地 剛才看了一些新聞 關於我們洛杉磯那幾個華人區 新冠病毒的情況 都是比較嚴重的 洛杉磯每天單日新增病例都過千 死亡人數也是很多 而且在華人區那邊還火燭 聽說那些留學生不租住的地方 現在已經是妥善地安排好了 由於新冠病毒期間居家令 現在很多高速公路都是空空於牙的 很多人就是趁著這個機會 開車開快 結果就是很多超速食物單 整百幾英里 一百一十幾英里的 飄車這樣 很危險 但是當然這件事就是年輕人可能居多 像我們這些年齡的話 通常都不會說沒有這些險 也不會說違反這些超速規定 北京都是危險的 沒事好地地 有事的確是很大劑很大鑊的 現在就是起床了 我都未吃早餐的 每一天都是 即是晚上我就吃很多東西 吃宵夜啊吃成這樣 早上來說 早上來說 即是日間來說 就是吃的東西比較少 嗯 現在我就是自己沖一杯咖啡這樣喝 就是繼續在這個頻道上 就是奢天奢地的 經過這一次的 這個這樣的新冠病毒 這個這樣的世界大流行 讓我感覺到生命上是非常可貴的 沒有一樣東西是被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有時 就是經過不思考 經過這段時間 窩居啊 切切實實地獨處 就會想很多很多的那些這樣的事情 有時覺得一個人是追求 有些事情就是 嗯 好像 就是 嗯 嗯 依而上 好像有些事情 我們要重新打上個問號 即是包括我都有追求的 如果沒有追求的話 那我就不會說 來這個美國 整百年時間 自己都是有追求 只不過呢就是 內心呢 就沒有說 嗯 嗯 講出來的 其實呢 內心呢 其實是很強烈的 只不過很多東西呢就是 就是沒有這麼 就是明講著 透露這麼多東西 都是有引私性的 其實都是一種追求 但是現在呢 經過這一次 生與死 這個這樣的新冠的大流行呢 就是覺得開始呢就是 就是 究竟我們人生是追求些什麼 這樣不是說追求不是不好 這個世界上 大部分都是追求 幸福生活 追求自己的理想 追求自己的 那個 生 生 生命的價值 啊 我們每一個人呢 都是通過追求呢 來 就是 證實自己 就是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感 所以呢 很多人呢就是 飄洋過海啊 或者到處 憑著自己的努力呢 是不斷這樣去 去奮鬥的 那對於年輕人啊 其實呢都是 應該是追求的 啊 這個世界上呢 也是屬於年輕人的世界 啊 也不是說 到四五十歲啊 就是 要營路 不過有時候 就是做什麼東西呢 都是要量力而行 量力而行 嗯 嗯 超出了自己 那個 就是預定的東西呢 有些東西呢 要做一些反思啊 啊 究竟 在我們做每一樣東西之前 要想一下 這個是值不值得 是值不值得 放棄自己 擁有的 那種親情 還有那種 離別 親人之苦 啊 這件事是一個 就是讓我思考最多的問題 思考最多的問題 可能呢 就沒有這個大疫情爆發之前 可能 還覺得呢 就是 我們 都是 要 要追求 啊 但是經歷過 就是 現在這個 這樣的環境 有窩居在家 那才會讓你呢 在家裡呢 有更多時間 去想 你的 人生方向 啊 就是 當然啦 人生呢 有德 也有實 是 這些沒有說十存十味 啊 那我們 中人 古代的智慧就是 有德 就沒有說實 但是會 但是有時候的東西呢 都是 也不要說 這件事 去 就是為自己辯護 其實很多東西呢 雖然說沒有十存十味 但是也有 十存百味 或者有時候 可能是名利相收 或者可能 的確也有 十存十味的 人生 但是 怎麼都是 自己 精神上的腐足 幫助自己感覺到 自己 下種 就是從來 到外的一種 嗯 就是一種感覺 這件事就是 是 應該就是十存十味 但是如果是 你在追求的過程中 你不能夠發誓 內心 有一種幸福感 那 你就 覺得 這個世界上 啊 並非 好如意 那其實我都 常常都這樣想的 其實人呢 都是一種 就是 呃 是 很幸福的 我們每一個人呢 能夠來到這個世界上 無論他是 怎樣都一種幸福 啊 所以 這個是 精神大於物質上 啊 如果你精神貧乏的話 那你單是 有這個物質上的 一個 享受的話呢 你也覺得 行屍走肉 啊 那你 如果你 如果你物質沒有 你只是精神的腐足 但是你 難免呢 啊 會受柴迷 油鹽醬醋的 苦 所以我們所形容的 很多夫妻 講一下 就是 呃 飲水 不是可以 是 讓家庭更幸福 啊 啊 所以 啊 貧賺夫妻白日憂 啊 所以 很多東西呢 就 這個這樣的 很多東西呢 就是人生上的哲理呢 但是都需要我們好好地去反思 或者深層次地去思考 那 經過這一年呢 就是 2018年的 11月份開始呢 我就 就是沒有工作啦 那 有期間 又學了車啦 那 這年紀來說呢 我都在家裡休養 特別呢 這個疫情期間呢 這樣 就是 把心思呢 就是放在 居家 這個 這樣的 環境下 那 就 雖然說 生活 三餐啊 或者日常 生活 那個 生物中 顛倒啊 但是總體來說呢 就是 這兩個月來講呢 是一個 恢復 因然來說呢 我雖然說 沒有去做 做什麼 但是呢 就是 就是 人的身體方面呢 就是 就是 已經是恢復到 就是 我沒來美國之前 在國內的 那種身體狀態 不是說我來到美國 就變身是差了 而是 因為 你從 一個 原先你是 在國內 你是 沒有 沒有 就是 改變你 原先的生活 狀態下 你是 就是 沒有什麼損耗的 那 你的身體上 你 精神方面 就是 就是 有時候可能會覺得 空虛啊 在自己的國家上 覺得 很厭倦啊 有時候 就是 你對一個環境很熟悉的時候呢 你總是 身心 那種 就是 一種 改變 希望自己能夠 在 精神上 有個突破 但 往往 你 去到 另一個地方 那 你有時候 有不如意的地方 還有面臨很多事情的時候呢 你呢 是 付出了 付出了的 有時候 體力 雖然說 沒有 可以 就是 對自己 很大的傷害 但是精神方面 層面上呢 的確是 對自己 極大的 一種 一種 壓力 在這裡 那 期間呢 是做了一些 體力的勞動 體力的事情 的確是 對自己的 身體傷害 很大 很大 就是 在 你畢竟在一個 新的地方 你面臨的事情 絕對壓力 是比原先熟悉的地方 壓力大的 很多因素 很大的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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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過 你還是想著 自己可能 還 年輕吧 但是 隨著一年一年的 不斷的 就是 年紀越來越 大的時候 一年一年一年 比一年一年 過去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其實自己 開始滅漸漸 就是 人到 中年 的上端 那你很多 事情 那你就 可能很多 事情 你會超負荷地 這樣去 工作 很多華人 都是 四十幾歲 來的 那些人呢 其實 他們真正正的 是付出的 是很大的 體力 精神方面的壓力 是很大的 雖然說 表面上 他是體驗很風光 或者可能在微信上 包括國內的 親朋好友 江之機 就是怎樣 實現了 一個夢想 但是很多事情來講 夢想 是精神方面的 事情 但是 真正的 身體上 那種 損耗 是很大的 不知不覺 就是 身體 都沒有 嗯 好像以前 那樣 但是 當然這些事情 只是我個人的 觀點 我自己個人 認為 經過這幾個月的 真真正正的 休養 是可以 使自己 身體恢復過來 那我想一下 那你身體恢復過來的時候 就是 其實 你有一種很幸福的事情 身體好 你才會感到幸福 你身體不好 你怎麼為之幸福 是吧 所以其實我們 我們 來入方場 我們中國有句話 叫來入方場 其實有時的事情 是說 精神附足 以及身體健康 這些是 你有錢都買不到的 所以 這個事情 你要重新 有時 我們還會重新 想起來 就是 一個人就是 知足者常樂 知足者常樂 心態 但是一旦 你恢復到 那種平 那種平常心的話 那你就覺得 那種幸福感 如果你每日 在那種壓力下 一種 即是無奈 一種 很 很徘徊 在那種 十字路口的 那種 事物上來講 你會慢慢慢慢 你個人 精神方面 身體方面 都會出現問題 所以我們 不要說 一 就說 我們現在 可能 沒問題 或者 認為 身體健不健康 這個 沒有時間去考慮 我們只是想說 趁自己年輕 要盡量去創造更大的財富 例如家庭 家人 得到一個美好生活 得到一個美國夢 很多人都是這樣追求 特別華人 華人 這個圈那裡 很多人都是打拼 打拼 那 也有成功 有快樂 有開心 有無奈 所以 但是 這個 歸根結底 都要看你本身 每個人 那個 那個 層次問題 你是 哪一類的 哪一類的 加上你的條件 因素 在哪裏 這樣 是做一個調整的 而不是說 好像公式化那樣 別人是這樣走 你就這樣走 這樣 是 就是 見仁見智的 一條路 沒有說 每個人都走這條路 也沒有一個公式化 是每一個人是 根據這個公式去走的 總是 有人 他有自己的特殊的道路 一特殊 就是 你要選擇什麼路 是根據自己個人 個人的實際情況去追求 所以 所以 不是說 這條路是 人人都可以走 而不是說 人人 都是 一定要按照 你所 設下的 那種 路 去統一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所以 就是 我 在今天這個時間來講 就是 分享 這方面的事 分享這方面的事 就是 做一個總結就是 我覺得 生命 真是很重要 親情 也是 真是很重要 就是 當你 樣樣你失去的時候 那 哪怕 你 擁有了一種 物質上 那些 就是 不是說很大的 物質 只不過是 一種 未不足到的 一種 成功 這些 不足而講 說 你是一種 幸福 但是幸福 往往其實很多時候 其實也是一種 精神層面的東西 精神層面的東西 叫阿Q精神 那怕 你 就是 在 一個他鄉 很多華人 可能他真的 付出了很大 他的身體 也是 染上了很多 那些 慢性病 但是他精神上 他感覺都是值得 他有一種 幸福感 一種自豪感 那這件事 也是一種精神上的 付足 所以 很多東西來講 就是 就是 對一個 一個事情 這個 這樣的看法上 是有不同的解讀 所以 在這裏 就是 這個時間 就是 幫大家 就是 在這裏 談天說地 當然 我先後 說一番話 其實也是我自己 個人的 那種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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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見解 一個 一個微不足道的 一種 就是 自我感的 一個反省過程 一個 一個 對 這個人生的 一種思考 幫忙 一種 現實性的 考量 在這裏 但是 就是 因為人 畢竟能 能力有限 在自己 處於這個位置上 有時 就是 有些 理論上的東西 是不是 真是足以 可以 就是 把它當成 至高 無常 一種 理論 這件事不是 但是 很多東西來講 特別在西方發達國家 這個平台下 我們每個人 都有發表自己 內心的 世界的 一個權利 透露出自己 對某些 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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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法 OK 今天就聊到 拜拜